各位陶瓷朋友大家好 我是彥蓉老师 那么今天是4月23号 今天是值得开心的日子 今天最重点的部分 就是一个你好策略 那这个策略 那么整个逻辑观念包括 你必须要找到 能够带领你在上一波当中 在上个礼拜当中 有五天五支掌停版的这个逻辑 如同我在4月6号 周报预告的尼德科操纵 五天五支掌停 那包括在这个4月20号的 周报预告的原真 你看两天过去的也超过10% 所以因为我懂的这个概念 我的方法A指标知道什么股票 它会有连续急拉 在什么地方做进场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讯号出现 那么会有一个很棒的成绩出来 所以我这一次 在红树在红一股 带会员朋友 以及留电话来粉丝朋友们出掉之后 这一次我们要转进的是 本波反弹V型反转 五六十%以上的最标股 那所以呢 如果你手上没有现金的没关系 你至少要来回操作做价差 或者是你至少要拿一档到两档 让我来帮你以股换股 弱势的股票只有涨五% 但是我的V型反转大标股 会涨五十%到六十%以上 欢迎大家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 以股换股加上联络电话 以股换股加上赖ID 我就帮你的弱势股票换成本波最标的股票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荣老师 那么燕荣在还没有大跌千点之前 我就特别告诉你 台股呢出现了所谓的下降三法 这个是一个大跌的开始 所以我领先的带领会员朋友 以及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我们把红一股 我们把雅力 我们把红素 通通在高点区做了一个收割 那接着呢 在这个地方啊 我也告诉了 很多很多的粉丝朋友们 也告诉了很多的这个 我们YT影片的粉丝们 我讲得非常清楚 直接来告诉你 结果呢大跌千点之后 很多人非常悲观 我告诉你 我说美股即将展开 连续的一个反弹 即将拉出第一个中长红K线 结果呢 果然开始已经拉出 第二个中长红K线 我直接告诉你 要反弹千点 所以呢 为什么台股今天上涨 其实燕荣老师 不是在事后解释的 我所有的动作都讲在前面 都讲在前面 所以呢当然包括在今天 燕荣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未来应该怎么操作 其实重点的部分 非常非常清楚 包括大盘策略的你一定 我等下会跟你一一的说清楚 讲明白 但是节目一开始呢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好这个是4月20号 4月20号周报所做的一个预告 他叫1785的圆真 他是基础化学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两天的时间 今天一度拉到涨停板 那么从低档拉上来 涨幅是超过10%的 这个就是我选股票 你要知道这个美国 第一点就是我的速度很快 你看我的速度很快 我讲完他就会急拉 第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整个幅度也会很大 就像这个4月20号 那么4月6号周报预告的是 尼德科操纵 那么6230的尼德科操纵 很多人在谈这个股票 并没有预告的证明 但是我们4月6号周报预告 5天5只涨停板 5天5只涨停板 所以其实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其实最重点在哪里 最重点就是 这一次是大盘 是做第一只脚反弹 什么叫第一只脚反弹 就是还有第二只脚 也就是第二只脚 其实还会在破底的 你报到弱势的股票 它其实还会在破底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 燕榮老师就是有这个逻辑观念 我这次选的股票 我要带你买的股票 它会做V型反转上去 它会做V型反转 那这个V型反转 它的幅度空间非常的大 它不会再回头 就叫人面的水个 那么每一次第一只脚 我都会讲这句话 人面的青菜和水个 从这个果菜公司回来 这一整项的蔬菜水果最上面的 这个商人就是 那麦公干聰啦 这是人之场景嘛 他把最漂亮的青菜和水个 泡了相关顶 你早一点去就可以先挑到好的 你现在早一点来早鸟 你就可以选到最棒的好的股票 为什么他第二只脚不会再破底 就是这个逻辑概念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呢我具备这个逻辑观念 我能够选到 这个以股换股当中 我要帮你换成这波最标的股票 这是你这次翻身的第一个方法 选到最标的股票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你的股票你可以做短线的价差 你也可以做来回操作 短线的价差谁在行 昨天大盘还在跌 昨天有谁告诉你说 液态要来做隔日冲的 就彥隆老师啊 我昨天让会员朋友买在26.25附近啊 然后我今天在8点55分 我就定价28.1到28.6 我说你看到这个区间 你用价格把它插出 你用市价把它获利出场 结果今天盘中来到28.85嘛 9点半之前就有了 9点半之前你就收割就赚多少 先赚10%入带 从昨天到今天或是 这一波下跌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你参加了投顾老师 讲那么多会费 然后你对晏隆老师的 会期闲东闲西的 但是我提供什么 你的投顾老师提供什么 你自己去做一个对比 所以你这一波要翻身 你可以找一个有本事 能够再看得出 明天谁会急拉的股票 明天谁会急拉 这个逻辑观念的老师 你要找到这种老师 或者说也许 因为我不是神嘛 我也告诉你 我应该是少数在投顾界 真实绩效在做节目的 此股其中不设飞标的 那我做什么就跟你讲什么 我上次做神盾 我说我252买 我在270附近做出场 那么差不多赚17块18块嘛 对不对 那我说我还有一半嘛 那我另外一半 那你就在心中暗自窃席啊 彦龙老师你终于到牢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让你如愿 彦龙老师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想尽办法来解决来处理 包括会员朋友你参加之后 我想尽办法来给你们成绩单 那么还有一半怎么办 今天就定在247附近 来做一个卖出 然后卖出之后 我就马上发了一个讯息 我说你定在这个区间 那么在235到237之间 你来做买回来 所以这个价差是超过11块的 上次赚17块 17 8块这次赚11块 那么这段日子以来 我们已经赚将近30块了 这段日子从什么地方起算 来我们来看一下 6462的神盾 这段日子来起算 神盾我们从高点区跌下来 一张都没有 从这一天开始 为什么从这天开始 因为他在盘中刷低 A指标数据 还没有完全靠近 但是非常接近前低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在这边开始操作 开始操作 那么在这个地方赚了差不多17 8块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他刷了一个黑K线之后 我看到今天的 这个美股到雄 终于如我的愿拉出第二个红K线 今天开高了 我就知道机会来了 我知道这个黑K线 他一定会有解套卖押 这就是逻辑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就定在一个相对高点的价位 来带会员朋友 带有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那么你有神盾的你留给我的 我来带你做个短线价差 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观念 当你在报上报下 我们从4月16号到现在2466天 我们价差先赚快要30块了 千真万确 我操作什么 你非常清楚好不好 好这就是 现阶段的操作策略 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有现金的 来跟我 抢进这一档 V型反转标股 那你有股票套牢的 没有关系 我来帮你量身定做 让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来回做价差 因为你舍不得卖嘛 是不是 好所以4月份怎么做的 当大盘4月份目前月线跌600点 我们给你亚历 100万70万 1000万赚700万 我们给你红衣股 100万 那么可以赚到多少 可以赚到30万 那如果说你1000万可以赚到300万 红衣 10张 有机会价差超过250万以上 这就是我4月份的操作 好所以很开心 因为我是来跟大家分享 非常开心 红衣股 高点去收割之后 我现在即将带领我的会员朋友们 在这个地方 或者说你有留电话给我的 你心中很渴望要成功的朋友们 那么这些粉丝们 你有留电话给我的 那我今天要带你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一档股票在这一波 第一只脚反弹当中 他将来不会再破底 第二只脚的时候不会再破底 他会直接啊 在这个地方啊 做一个所谓的V型反转 做V型反转 所以你该怎么做 你用你其中一档到两档弱势的股票 你来换这档 你来换这档 可能一档就翻身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如何换呢 你可以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 我来协助你 或者你可以加LINE进来留言 以股换股联络电话 或者是以股换股LINEID 我就带你转换成这档最标股哦 好那当然如何来留言呢 你可以透过LINEID搜寻 小老鼠小A178 或者呢 你可以透过刷QR Code的方式 那么也可以来做一个留言 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留言给燕榕老师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股换股 电话或者是以股换股LINEID 就可以哦 那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频道是一个全新的频道 请大家记得订阅影片 那么有全新的一个提醒呢 就会第一时间来通知你 感谢大家在影片上鼓励燕榕 在影片上的下方 帮我按赞这个非常重要哦 那么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好我想在今天啦 燕榕老师要来特别提醒大家 当然跟大家分享哦 那么在 稻穷工业指数 留下上影线的那天 我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 好来唤醒大家的记忆 稻穷工业指数呢 在这一天留下上影线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说 他已经转强了 这个上影线是为了消化前面的套牢卖压 我说他很快随时随地 会拉出中红K线 然后目标本坡至少1500点以上 有这样说哦 有啦 那 这一天涨211点 那今天凌晨你看到涨250几点 其实最高的时候涨400多点 各位朋友们 我是不是 领先的告诉你这要拉回来 我没有跌下来跟你看图说故事 说是这个战争说是法说会我都没有讲 我没有找这个借口 我领先告诉你会跌了 甚至这个涨上来我也没有告诉你 我也没有在事后才告诉你说 哎为什么涨讲了一大堆理由 是不是我直接就 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就告诉你的 对不对这稻穷工业指数 那我说稻穷工业指数他会加持台股 所以今天果然台股的部分 那么睽違多日之后呢 终于看到了一个小红K 当然春江水暖鸭先知啊 我认为两天之内呢 必然会让你感到非常惊讶的地方 所以你必须要低时间 来做好应变的措施 找到一档标股来做 或是手上的持股 跟对人来做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找不到人 找到可以信赖的人 你不妨可以试试看 来跟着燕隆老师身边来试试看 除了打电话进来的话 也可以透过加赖进来 来跟燕隆老师做好朋友 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未来是公明的 你就会知道 好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重点的部分是燕隆老师就是这样领先的做预告 那当然这个盘现在会涨到什么地方 那买什么会赚最快 当然我觉得这个盘啊 目前看起来他其实你看 为什么我去预告 因为A指标数据每次回测前低 都是低点啊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领先跟你预告 就这个逻辑观念嘛 那么别人看好 我说保守收割 别人看坏 我说马上要反弹了 你要的是像这种领先知道答案的 还是事后看图说故事的 你自己去决定 好不好 那目前大盘的话呢 包括在RSI回测前低嘛 还有就是一个季线的一个手盘嘛 对不对 那我也一直告诉你 19300到19500主底嘛 那今天是收在 19599 19599差1点的19600点哦 那这个看法上的话呢 我认为其实持续往上反弹 那正式反弹的话呢 随时随地会看到中长红K线 比较大的中长红K线 会让你受不了的那种 好几百点那种 为什么 那个契机在哪里 就是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 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 你看这个很平缓嘛 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 一直往上走 这叫什么 叫美元升值新台币贬值嘛 可是当它协率平缓的时候代表什么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气势转弱了 代表那随时随地啊 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会向下 代表新台币呢 即将指贬回升 当新台币回升时 就是台股长红日 全球股市长红日 这时间多久 两天左右 这是两天左右的事情而已 所以你要做什么 先上车啊 其实你到现在才来找我 已经慢两天了 已经慢两天了 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 你今天要赶快第一时间来找到 晏蓉老师啊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 所以当然目前看起来 以今天盘面 机器人概念股 2359的索罗门 今天掌停板 这叫多头拇指 对不对 A指标是红的 这都还是多方 难怪今天掌停板继续攻 所以呢 机器人概念股还有吗 好 2354的红准 那么红准的部分呢 也是A指标数据 回测到前面这边有个-0.06 开始做一个攻击 那这个解套卖压 我认为应该还是要再回测另外一只脚 那重点是 约莫在58到61之间来回做一个整理 好那另外的话 6188的广名 那么A指标数据 看起来是在续创低点 这个还是要再组另外一只脚 组另外一只脚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能够竞速回复到季线之上 我认为这个是相对比较好一点 好那所以呢 机器人概念股你看不得了哦 你一旦选对了这个索罗美一拉就是1.8倍啊 那还有没有像这样的族群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呢 有没有这样的福利来跟我们粉丝朋友们 有没有这样的福利来跟粉丝朋友们分享吗 好其实我认为是有的 那么在我的口袋名单当中 我有选到一档机器人概念股 我认为他有倍数的空间 但是你要留下有一些耐心哦 我认为约莫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左右 这一档机器人概念股有机会翻倍 有机会翻倍 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想要得到一档标股翻倍 来翻身的 那你可以来把握这档机器人概念股 那么你可以 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注文哦 或者说 你可以把这个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你现在把他折起来 然后呢 等下记得加赖进来 你给燕老师留言 100加1 也就是翻倍百分之百的意思 100加1 来做一个索取 好不好 我想这个就是重点啊 这个是粉丝的福利 任何粉丝都可以来索取 好 那很开心来跟大家做分享 在4月份目前月线是跌600点的 各位朋友们 你这个月成绩单有拿出来吗 你这个月的成绩满意吗 那现在燕龙老师要来跟你分享 我几乎每一个月 都给会员朋友 都给有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相当大的亮点 包括在这一次呢 包括雅力的部分 高档区的一个收割 那么最多有机会赚到70% 还有呢 红一股的部分也是高点区的收割 最高点卖掉之后最高获利有机会30% 另外呢在这个地方 这个红数的部分也是都是15天 这些是15天左右 15天左右完成都是30%到50%以上 红数10张 最多有机会价差250万以上 最经典的是1130当天 我一大早没有出现之前 我就发讯息通知 只要看到1110到1130 就用市价买出去 所以通通收割了 而且可能还有人收割到1130附近 所以晏隆老师就是这样做的 经常买在马上要发动的转折点 经常卖在马上要拉回的一个起跌点 最高点附近 这就是你过去参加过头顾老师 你无法自信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不相信 但是我认为 你真的要给自己一只机会 当然也给晏隆老师一个机会 让晏隆老师的证明 真的我真的办得到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发光发热 好所以今天很重要 就是以股换股这个活动呢 你一定要来参与 假设你错过了 亚历的60% 红义股的30% 红素的260块 你错过1000万赚700万 1000万赚70万这个机会 你不要去灰心也不要沮丧 那么感谢老天爷让我发明了A指标 感谢老天爷让我能够第一时间 来带领相信我的所有的人 来高点去做一个收割 包括亚历 红素 以及红义股都高点收割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资金啊 要买进一档叫做V型反转的大标股 V型反转大标股 将来大盘足第二只脚的时候 它绝对不会破底 因为它是人面的切菜和水果 它是最漂亮 最好吃 最好看的 这样知道的意思吗 它是一个价值投资 它是一个产业的龙头股 所以如果你有资金的 空手的直接来跟上 这样最好没有负担 但是如果你套牢了没有关系 你不要妄自菲薄 你只要把你的股票 清单全部写出来给我 我帮你挑选其中的一档到两档 弱势的股票 让你来做一个以股换股的动作 来换成我这一档 这一波反弹V型反转的最标股 所以就是以股换股 以股换股 现在只要加赖进来留言 以股换股电话 以股换股赖ID 我就带你转进本坡 V型反转的最标股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就是要加赖小老鼠小A178 才可以留言 或者说可以 透过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 透过我的助理来做一个协助也可以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来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 在这一波那么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可以说是第一只脚反弹 第一只脚反弹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还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那么跌幅大之后做一个修正 那这个时候所着重的是什么 那么涨时是重视嘛 那跌时要重什么 要重值啊 这就是一个价值投资的概念 价值投资的概念 所以就在每一波这样行情当中 我会寻求台积电的买点 那台积电的买点 最好抓怎么抓的 台积电的买点 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用电脑图来看 好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呢 几乎在每一波低点区 只要到A指标的数据 你看到 几乎只要来到这个-0.04附近 好这个是-0.04附近 好你看 当时在这个522块的时候呢 他就是-0.04有没有 好在A指标数据-0.04的时候 522块拉到826块有没有 那你在看哦 前面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透过一个 他当时是在-0.03对不对 -0.03 好-0.03 好有没有看到没有 那当时的价位是在541块附近 所以我当时在这里 跟这里530到540都有带会员朋友去买 那果然拉到526块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个逻辑概念 那像这个不是常态 现在这是大幅度的一个下杀的过程 就是一个战争嘛 当时有战争嘛 这个乌克兰战争刚开始超跌嘛 所以看到这个-0.12-0.12 那这个就是我当时在这个 三立财经台哦 张亚芳所主持的节目当时掌声响起的时候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说 370的台积电 370台积电千载难逢 为什么因为A指标数据回撤前提嘛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 这个是一个大利空盘跌的过程超跌才有 那大部分的时刻呢 只要A指标数据来到这个-0.04附近 他就是一个相对有一个合理的利润 那请问现在多少 现在多少 现在-0.03 非常接近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大家都想看这张图啊 好我就让你看清楚 好没有关系这个先谈到这个地方 所以台积电我在最近这三年啊 操作四次价差420块 那说起来大概价差啊 大概八成以上 80%以上 那另外的话呢 你看我这个大型股可以赚到80%以上不容易 也真的不简单 当然燕老师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但是重点燕老师有时候自我鼓励一下 因为没人要把我博肉 要这样给燕老师博肉就是在我的影片下方按赞 就是到我的LINE后台给燕老师一个贴图赞 这样叫做博肉 这样我就会非常开心 表示有人在关注我的指标 那这边的话呢 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大型股都可以让像这样 让你有七八十%以上的获利 那小型股呢 好6139的雅翔 是我在这个频道当中160块提醒的 现在起到366块 1.2倍 1.2倍 所以你说说看 谁是操作半导体 这个族群的第一把交椅 我相信你知道的非常清楚 好这个就不用我自己多说了 所以这一波如果你要做半导体设备股的 你要问谁 那半导体设备股会出标股吗 好我们来看一看 雷克的部分 雷克的部分 那么他是以这个被动元件这个族群 来切入这个 这个相关的一个设备的运用 那么去年的每股盈余是1.84元 那你看到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这个中期没有结束 而且A指标都是红的还是多方 那今天一个黑K之后搭配一个红K 这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多头拇指 多头拇指 它是一个反转向上的讯号 好所以他是有机会续攻击的 那另外的话呢这个是 在这个半导体设备当中 是属于这个封测的2449的晶圆电 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同时呢 这个地方也回撤前低 这个值得关注 但是要回复到季线以上 否则 可能要先回撤到半年线 好注意一下 观察三天 那另外呢 红素的部分 哇这个最经典啊 好从这个3月26号啊 850块做的提醒预告 然后呢半个月时间涨到1130 而且在1130当天啊 市价全数带会员做一个收割 然后呢你看 五天过去了又跌200块 又跌到起掌点 所以你说说看 你要报上报下吗 你要继续跟下去吗 还是要跟到燕榕老师 像这样的资讯 低档区提醒权利做多 高档区第一时间 做收割全身而退 我的会员都是这样做的 你应该跟谁站在同一边啊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部分啊 这个半导体的设备股 当然包括Colvers概念股 这个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产能供不应求啊 我认为 他在这个第一只脚的反弹当中啊 他势必 还是会当红的炸直击 但是下一档最标的 半导体设备股是谁 当然这部分呢 除了留给我的 忠实的会员朋友之外呢 我也要把他留给我的忠实粉丝 来给他们福利 那么半导体设备股 我想这个机会是很不错的 那我有选到一档股票 在第一只脚反弹当中 他会先拉50% 会先拉50% 所以目前这个地方看起来可以说 说真的看得懂盘的 就是遍地黄金啊 看不懂盘的你就很悲观啊 你就晚上睡不着觉啊 你就原来持股报上报下 所以各位朋友们不要灰心 不要沮丧 股市当中 他总是充满了机会与陷阱 你只要跟对人就是机会 但是如果你自己乱做 或是跟错人就是陷阱 所以今天燕隆老师 那么也出了一档爱心标股 那么叫做这个半导体设备股的这个 股票呢 要来给我们这个粉丝朋友们福利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档股票来做翻身的 这个福利我们可以给大家 大家来共享 你现在只要加赖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加赖进来等下留言50加1 好写设备股太麻烦你就写50% 50加1 那么来做一个索取 那么这样就可以哦 好我想重点的部分哦 接下来就是接下来第一只脚的反弹行情 要做谁 第一个要关注IP股 IP股的神盾我告诉你的 我从这一天开始做 才6天的时间价差已经将近30块 好30块就来回操作 那因为A指标数据回这前低嘛 倘若他守住了 他守住了 他就是一个波段低点上去 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永远比你多30块 因为我价差已经先做30块了 对不对 那将来拉高在哪里处 我会在这里 或者是这里处 我去按表超客啊 所以跟我做股票最简单 好那么 只要数据看到了 哎股价高点就到了 是不是那你有神盾的 你想要跟我们来回做价差的 或者说你有具有 或者说你有金利科的 我想这个地方你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因为他们的买点 买点卖点都很接近 只要我说买神盾你就买你的 股票 我说卖神盾你就卖你的股票 好那么IP股 那你一样可以做到价差 好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那当然 如果空手的在什么地方买神盾 有兴趣的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神盾加1 那么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2376的技嘉他是AI概念股 那么一样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 昨天中黑K线今天出现什么 星形震荡幅度很小的上下引线的一个形态 好那代表什么要变盘了 要变盘了 所以呢技嘉很重要哦 如果关键价位站稳他就会攻击 好另外的话呢 这个是半导体通路股 IC通路股3036的文页 文页的部分他的败笔就是跌破的季线吧 但是呢缺口有手 然后呢一样 藏黑之后出现了星形 而且这个星形表现的显然还相对是还不错的 好一样是一个有流上下引线的这叫仿锤线 好这么多空打仗之下呢 还有收上来代表在主体的现行之下 他K线之后长线代表转折其实有机会出现 关键价位首稳有机会攻击 好3363的这个上权代表什么 细光子概念股 那细光子的话呢他一样 哦有主体的概念 但可惜他没有杀了没有杀到前面的低点 所以当然你做这个你就要资金策略要控管 好资金策略控管那买进的价有兴趣的 买进价位有兴趣都可以来做提问加赖提问 好很开心在这一波啊 高档区呢领先第一时间的做提醒啊 那么去做一个收割的动作 收割的动作 所以现在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最重点的部分是你要找到一档V型反转的标股 那市面上到处都是网红有牌子有牌的 有执照的没有执照的一大堆啊 那到底每一个人都说要帮助你 谁才能够真正提供你V型反转的股票 那就看谁在上礼拜大盘大跌千点的情况之下 能够给你五天五只涨停盘周报领先预告的尼德科操纵 就像昨天还是大跌的 那么两天的时间谁能够给你原真两天涨幅超过10% 那就是燕隆老师4月20号的周报领先预告 谁有这个逻辑观念 谁就能够在第一只脚的反弹行情当中 给你V型反转的标股是谁 我举手就是我 习乓就是我 我能够提供这样的股票 而且一次接一次 一次又一次 你看 亚历70%你看到了 那么领先收割 红数 红翼股都在10天到15天之内涨幅三成 请问大盘涨很多吗 大盘4月份跌 目前为止跌600点 我们给你逆势获利的能力 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缴了一笔钱 七个月分还不够 你感觉要请谁来给你拿油盘 还是你要跟的是像这样的操作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本周这一档股票 你势必一定要跟上 除非你不想成功 那这档股票的话呢 它是V型反转 V型反转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有50%到60%以上的股票 那在做法上你空手的你最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直接带你来买 那大部分的朋友们 你可能套牢了 不要灰心 不要沮丧 我来帮助你 用你的一档股票 或者两档股票 我来帮你换到我这档股票来 为什么要换 你的股票反弹上来只有5% 我的股票反弹上来是50%以上 甚至60%以上 一路狂飙不回头啊 所以呢 以股换股 以股换股 就是这么做 今天欢迎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 或者是加赖进来留言 以股换股 加上联络电话 或是以股换股加上赖ID 晏荣老师就协助你 把你的弱势股 换成本波最标即将V型反转的标股哦 好我想今天的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边了 也预祝大家哦 那么在这个地方 除了订阅我的影片 那么在影片上鼓励晏荣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限评付并自负投资风险 gri扒肥免 不财 请啰勿资料仅仅请参考